星北市中和景平路的娃娃店 林姓男子手持棍棒 下了车见到娃娃机 就是警察来他们应该也有亲了吧 原来就是始终夹不到娃娃 才让林姓男子火气这么大 21号清晨5点多 他骑车到新北市中和景平路的娃娃店 花了短短16秒的时间 狠砸了四台娃娃机 一台游戏机 平时林姓男子无聊就往这件 24小时的娃娃机店家跑 花了这么多钱 却始终夹不到娃娃 才会砸店泄愤 他多次到店家来 消费都一直夹不到 混而拿铁锹器破坏 不满夹娃娃中奖機率时 再太低 林姓男子干脆上门找麻烦 这一砸店家损失15万元 将依法提告 期需控管学奔低 以为砸店就能学写不满 不仅挨告 还得不偿失 记者王岐玉玛 日文西北市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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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